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欢迎来到王文盐护城地产频道 今天呢,来给大家厉害的,也算一套,刚刚建成的一套新房 这套房子它是i15周边的,也是交通地理位置非常的好,非常方便 价位呢,也非常合适,算是犹他州的中位数吧,是699,900 那这套房子它的特色呢,是,大家都知道犹他州啊,是很多90%的房子都会有地下室 那这套房子呢,它是一套没有地下室的,两层楼的这样一个构造的房子 那它的总的面积呢,室内面积是2500尺,一共是四房三位 这套房子占地呢,是0.23个acre,所以说它的占地还是比较大的 总的来说呢,性价比特别高,就是说呢,没有地下室 然后呢,它还有个比较好的优点呢,是主卧呢,是在一楼 也是,持居呢,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周边呢,学校、医院都是一英俱全 那么,如果大家对这样的房子感兴趣的话,那就请看去吧 那先看下这个小区的环境 我们看这里呢,有一些新造的房子 然后,马路对面就是一些怎么说的,天然的这种farm吧 还没有被开采 然后这里呢,就是,这旁边呢,是比较 呃,房子呢,稍微老一点,差不多2000年以后的房子 但是,现在给大家看这里 这套呢,就是在我眼前这套全新的大别墅 今年刚造好的 那它的外观呢,也是非常的漂亮 美式典型的两层楼结构的,呃,这样一个尖顶的一个独立屋 那么,我们看下它这边呢,有非常宽的driveway 是两个车的车库的 然后,这边路上呢,也是非常的充分,是可以停车的 然后,这旁边呢,可能还会再造一套 啊,再,再造一套 然后呢,我们看它这个路也是非常宽啊 周边设施非常方便 Costco Walmart也就在周边跟我方便 去i15也是非常不方便 然后呢,它这里呢,是前院的部分啊 呃,这套房子呢,它是没有HOA的 然后,这前院的部分呢,到时候屋主买房以后啊,自己去给它,呃,这边,花园自己弄了 那,由于这个是新区啊,所以说它的地税相当的便宜 去年的年地税只有1200美金 我们进房子里面看一下 它这,得房率非常高,这套房子 好,一进屋子呢,右手边是一个双开门的房间 然后再往这边走 这里呢,是楼梯通往二楼的空间 嗯,然后这里就是一个挑高了 客厅挑高的挺新的 然后它这房子呢,全新装好 然后它一层楼的这个面积也是感觉 特别的宽敞的 大家可能看视频没有什么感觉,看不出来 但其实我人在这个房子里面的感受是 它这个客厅,餐厅,厨房的区域呢 是长方形的,但是说它这个长方形其实还是挺宽的 还是挺宽的,我在这个客厅 呃,不像这个感觉好像很窄的样子 其实并不是很宽的,很舒服的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从这个客厅的窗户呢 可以看到,嗯,我们犹他州的山景 也算是一种山景 然后呢,这个其实它占地还是非常大的 0.23个英亩嘛 它占地呢,还是相当大的 然后这后面呢,应该是一个小水池 现在比较干固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嗯,目前来说呢,还是有风景的 有小树林啊,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这里呢,就是餐厅的区域 看一下这里,这里就是楼梯下的储床间 然后我们看一下厨房 厨房的话呢,它也是非常的 呃,用色非常的漂亮,简洁吧 白色的,下面是蓝灰色的 很舒服的颜色 台面呢,也是白的 就感觉这样子的话,还是挺干净整洁的感觉 然后这里是冰箱的位置 预留冰箱的位置 这里面呢,就是食物储藏间 然后这里呢,就是 烹饪的位置了 霍尔普的灶台烤箱 微波炉 它灶台呢,是电子的了 所以这个小缺点是美中不足电子 那如果后期能改的话,可以自己改成 呃,厨房的用气的 这样子 然后这里呢,是水槽 水槽上面呢,有窗户采光,相当不错 呃,然后洗碗机也是霍尔普 那这套房子,它正门呢,是朝东的 这个厅呢,是朝西的 我们现在是,我现在是早上的九点多 感觉就屋子里采光呢 现在是完全没有开灯的状态 感觉这采光呢,也还好一般 但从中午十二点开始到下午开始 这采光非常好的 就是朝西的房子的话,它特色就是中午开始采光特别好 但是它后院还是相当的宽敞的 而且你跟邻居的话 房子的话,间隔是非常的宽的 这边看一下 这里右手边呢,是一楼半个卫生间的位置 是这样子 也是非常的简约 而且它这个一楼半卫生间非常好 一般很多房子,一楼的半个卫生间 下面是没有橱柜的 那它这里给你做些储物收纳的空间 有橱柜,还相当不错的 然后这里呢,就是两个车的车库的位置 这个车库还感觉的话还是比较的宽敞的感觉 还是比较宽敞 而且这个车库的优点呢 是它的车库上面有窗 所以说采光会相当不错 然后这里呢,就是 看一下开灯 然后这里就是进门的衣帽架子嘛 衣帽架子 它呢,也是给你分割了 但是做的不是特别细 就是比较粗糙嘛,就简单 怎么说简单吧 自己可以事后,稍后的话 就是加点钉子啊 这样子挂衣钩啊 可以挂一些衣服这样子的 这里呢,就是一楼的洗衣房的位置 还升级做了个小水斗 可以洗脱吧 脱脱地子这样子的 还是考虑的很周到 忘了说了,刚刚厨房这一块 这一块呢,其实它给你做了一个 简约的办公桌的区域 其实,其实这就是一个给你升级的办公桌 在冰箱旁边的位置 那么,嗯,主人呢,白天的时候呢 可以偶尔这边简单的处理一下 邮件啊,文书之类的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温馨吧 这套房子 我这边走 然后这里呢,就是一楼主卧的空间 在这个位置 主卧里面,房间里面呢 用的就是地毯了 那一楼公共区域呢,都是地板 看卫生间 卫生间还是非常的 很大的,感觉这套房子 来说,也很舒服 嗯,它镜子还没装 但是它还是 到时候还有一点收尾工作了 才刚刚完工这套房子 也是很,很舒服的 这样的一个淋浴房 嗯,两边有窗 相当的舒适 三角的一个 鱼缸 大鱼缸 很漂亮 还有窗 这边就朝东的了 那边朝南 然后大家的这种房子 就是像我上个视频拍的 呃,不建议说全部用 怎么说呢 用那种 百叶窗户遮住 可以用那个贴膜就可以了 保证一定的采光的 还相当不错 里面呢,就是衣帽间 其实这个衣帽间 还是给我感觉是非常大的 还是相当不错 有 有这个 怎么说 有窗 还不错 它也给你基本的隔断弄好 上下 然后呢,这里就是 这里是挂长的衣服 这里就是马桶的位置 这就是 一楼主卧的位置 这个呢,就是一楼进来的 衣帽间 其实它这个 房子啊 感觉很温馨 啊,上面是一个窗 朝东的 进来你看这个 房子的门里里面的间距还是 很短的 没有任何浪费的空间 我觉得相当不错 然后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二楼上来呢 有三个房间 那在我右手边呢 这是二楼的第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朝东的 步入室的衣帽间 这房间size也是ok 然后再往里走 这里看一下 这是一个机房 再往里走 哦,这就是一个 这里没有房间 我以为这边转过来 我房间没有 这其实怎么说 算一个二楼一个小loft吧 看怎么设 怎么用 其实这里可以作为一个书房 也是可以的 这一个角落做个书房 然后这里呢 就是二楼共享的卫生间 这样子 里面呢 就是 马桶 这个 浴缸 shower 是这样子 那这里也是有窗的 采光也不错 它是干湿分离的 然后这里 这个房间还是感觉挺大的 二楼第二个房间 感觉差不多有主卧的 这样的大小 感觉这个房间那是潮汐的 特色呢 就中午下午开始采光会不错 旁边呢 第三个房间 这两个差不多大 一样大 是这样子的 那这套房子的 二楼呢 就是有三个房间 嗯 也是感觉 很适合于 我觉得很适合于 三个到四口 四口 的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吧 住一下还是相当的舒服 我觉得一套房子的 给人进来的感觉还是要软装 硬装是非常重要一部分 软装的话 还是很重要 比如说你这里 现在房子空空荡荡的嘛 你到时候比如说一套家具放好啊 落地灯啊 转角沙发 地上的 软的毯子 电视柜 对吧 呃 然后呢 这里餐桌 或者旁边love seat一放 就这样 一套房子感觉就出来了 现在的话感觉好像是 没什么感觉啊 大家觉得没什么感觉 但是其实它这个厅还是挺宽的 我觉得放一个 L型沙发是完全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转角沙发 我觉得这样子还是非常不错 墙上可以挂一些非常夸张的大的画 就 呃 就出来了 那如果说因为犹太州一般都有地下室嘛 那这套房子呢是 没有地下室的房子 但是我觉得呢 性价比也特别高 为什么 它的院子特别大 然后呢 如果因为有的人确实也有客户不喜欢有地下室的 觉得 地下室也没有这个必要 也不会去装修 或者说 嗯 反正就不太喜欢吧 也觉得没有必要 所以这样的套房子呢是非常合适 现在呢 呃 来到了房子外面给大家看一下 嗯 这个房子的后院的情况吧 刚刚那个 在客厅里玻璃门没有打开 所以说我们往外面走 给大家看一下房子的侧面 呃 这个房子侧面的外观 以及它的背面的房子的样子 嗯 风景还是相当优美 很漂亮的 很舒服的一套房子 所以说是这样子的 大家看看是背面是怎么样子 一根领导的话还是很宽敞 很宽敞 所以说它这边造的新的话 也就差不多十来栋吧 十栋之内吧 就这样一栋 然后旁边一直到那边 就这几栋 大家可以看到这套房子的背面 也是挺好看的 对吧 大的窗户挑高 客厅挑高的 嗯 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它这个property line啊 应该是到 我觉得在我脚下站的位置 应该这里很很大吧 0.23个格尔丹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它的站地还是挺大的 我觉得property line 应该是像到这里 这里有一个 大家不知看得清楚吗 有一根杆子在这边 手指的地方 那也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property line 可以一直往后 往后一直在这个位置 你这院子会很大 超大 而且这个院子的形状 是很规则的 就是一个方的 或长方形的 很规则的 不是那种不规则的 很大 呃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 这套房子 然后呢 这旁边的空地呢 还会再造一套 还会再造一套 那造好以后呢 就像你这边呢 这边旁 这边不是旁边有套吗 对吧 你跟邻居的话 也是有一定的 嗯 隔断的吧 我觉得 也是有一定隔断 不影响的 有一定私密性 还是可以 我觉得间隔也是可以了 因为现在的房子 都是很近的 都是寸几寸金啊 寸土寸金这个地 但是这样一套房子 它后院还是很大的 这是它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优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那么今天呢 会这套房子 我觉得会是在市场上 非常的抢手 然后呢 我是今天早上过来的 过来拍 也是帮一个外周的客人 拍房子吧 然后下午的话 我看了一下 下午的话 因为昨天预定的嘛 拍房子 看房子就要起早定的 不是说你要看就能看的 你要去网上去看 这个直階段 时间段有没有被定掉 可不可以看 没被定到 你是可以看的 那么我看了一下 昨天晚上定的 然后呢 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将会有四拨人来看 那这些人看了之后 我相信就会有人有 有兴趣吧 我觉得就会有兴趣 开始来make offer了 所以说大家如果呢 喜欢这样套房子 或者是说 那有可能说我视频 还没播出去 房子就签合同 也是有可能的 那如果大家在延护前 有这些需求 或者有买房 卖房需求的话呢 或者对这样的小区感兴趣 或者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呢 欢迎我取得联系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